駕駛人的话在转弯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的当心 在宜兰有一名妇人骑车转弯的时候 没有提早打方向灯 也没有看后方的来车 后来就直接撞上了并行轿车的车尾 把保险感给撞坏了 而这个妇人也当场跌落翻了好几圈 好在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碰了一声妇人应声倒地 惊险画面再看一次 当时妇人骑在东港路上 打了方向灯正要左转 谁知道没注意后方来车 已经和她平行 妇人根本来不及刹车 撞个正着 连人带车滚了三圈 动弹不得 你看你左转的 我执行车你不看我执行的 他在这儿担 我才没这儿扣起来 轧车驾驶下呆了 回过神下车一看 后方安全感被撞坏 妇人更惨安全帽飞掉 机车横躺在地零件散落 挡风玻璃全碎 人被紧急送医 所幸福人送医后平安无事 只是这惊险一瞬间 真是令人捏了一把冷汗 提醒驾驶人转弯时 要提前30公尺就打方向灯 让后方